嗨大家好,欢迎收看口袋美股速报 今天这集的速报有什么美股大事呢? 近期中美的紧张关系升级 为了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美国的AI大公司要求其台湾制造伙伴 加速在墨西哥生产AI相关硬体的脚步 而包含鸿海在内的台湾电子代工业者 正想因此呼吁扩大对墨西哥的投资 台湾所谓电子六哥、鸿海、合硕、伟创、广达、 人宝和英涅达都在当地设厂 用于扩大AI伺服器的生产 不过,以墨西哥作为生产中心也有风险 像是犯罪、水电供应不足 以及为拥有高技术组装技能的工人提供竞争性薪酬的挑战 尽管如此,墨西哥人凭借着 与50个国家签署的14项自由贸易协定 正逐渐成为美中紧张关系下 先进制造业的重要角色 随着许多投资人追捧AI概念股 SK海力士的市值于本周一突破1000亿美元 尽管其竞争对手 三星电子市值更高 但三星在开发AI记忆体晶片方面 仍远逊于SK海力士 而由于对高频宽记忆体的需求激增 身为辉达HBM主力供应商的SK海力士 其股价在过去一年中就上涨超过了一倍 使其成为南韩的第二大公司 SK海力士也预测 AI记忆体领域的正面动能将延续到2025年 瑞银与本周一给予了苹果中性的评级 目标价为190美元 苹果今年2月的全球销量约为1740万只 相较于去年同期的1810万只下降了4% 其主要是受到美中市场表现疲软的影响 瑞银指出 因三星S24系列的成功 使苹果在美国的2月销量下滑9% 中国方面也因本土品牌继续抢占市场 导致其在中国的2月销量大减16% 而印度也在2月时的销量下降了13% 瑞银分析团队表示 在截至3月31日的第一季 苹果销售预估约5100万只 低于去年同期的5600万只 由于AI技术的快速发展 美光科技也因HBM需求上升 其股价在本周一攀升至历史新高 美银将美光科技的目标价 从120美元调升至144美元 并重申买入评级 而除了美光科技外 麦维尔科技与超微 也被列为在挥达与博通之后 将受益于AI热潮的初级武士AI 美银分析师表示 他们认为加速器市场 在未来三年内的增长 将创造出波动弹负有成果的机会 并预期未来三年加速器市场 将翻涨一倍 达到2000亿美元 每一则留言我们都会回复 有任何想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 我们下次诉报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